平邻区大邻里12号上午举行银法俱乐部街牌启用典礼 设立在礼办公处的银法俱乐部 里头有卡拉OK、按摩椅、泡茶等设施 让长辈们可以一起到俱乐部唱歌、闲聊话家常 长辈们都表示当地的交通不方便 所以要到平邻市区是相当的不容易 而现在有了这个俱乐部就不必再舟车劳顿了 平邻区大邻里银法俱乐部12号上午正式成立 区年的长辈们得知这个好消息都相当开心 因此特别带来了时下最流行的舞蹈庆贺 让现场气氛热闹滚滚 平邻区长旅学记、新北市议员陈永福 以及大邻里里长林秉东等人 共同为银法俱乐部节牌启用 区长旅学记更大力号召区内长辈 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么好的资源 而新北市议员陈永福指出 现在很多子女白天都外出工作 老人家缺少家人陪伴 因此大家就可以到银法俱乐部来作伴 我们银法俱乐部再怎么设置 也是需要我们长辈的共同来参与 我也相信我们所有七个里的里长 都会全力以赴来推动我们事务的 目前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市政的一个政策的工作 年长者没有小孩没有年轻人的陪伴之下 那这些年长者能够继续在一起 那谈天说地 谈过去 谈未来 谈自己的心路历程 这个能够提升他那个老人家的一些心情的解放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老人家的心情不会忽准 他不会忽准心情就会比较年轻 大林的银法俱乐部设立在大林里办公处 除了有卡拉OK设备 还有按摩椅 白天时间都开放给长辈使用 阿公阿妈都觉得有了这个银法俱乐部 大家就多了一处休憩的好地方 俱乐部是算老婆和我小兴的地方 和我来唱卡拉OK 共餐 大家说话 走起 唱歌 无路 一天老后就能够一个字 真好够一个字 我们理督感情出这 对我们这有时候 要去外面唱歌也很不方便 但是现在用这样 给我们这个里面 给很大的方便 大家都可以来这边相聚 我们这边老人喜欢散步 然后喜欢唱歌 喜欢带大家下下棋 然后有按摩设施 有咖啡机 有泡达组 让他们享受这样很休闲的一个生活 大林里里长林秉东强调 平林区卫处身区交通不便 透过银法俱乐部的设立 让里内长辈可以就近修行娱乐 不必再舟车老顿 记者成品张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